怀孕初期 美食资讯精华版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 怀孕育儿亲子相关的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哦 孕妈咪们 我们怀孕的时候 要少吃哪些水果呢 首先以大方向来讲 我们在孕期水果摄取方面呢 给大家建议的五大原则 原则一 特殊体质要询问医师 如果妈妈你是 用成糖尿病的患者 建议你要询问医师 不要摄取太甜的水果 原则二 尽量不要打成果汁 果汁呢真的很方便 可是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摄取果汁 很可能不小心过量 那这时候就建议 妈咪们呢 可以买一杯的果汁 给它稀释成好几杯的果汁来喝 这样子呢 摄取量你就不会过量啊 原则三 避免过量 我成长一般建议的分量啊 一份是2到4份 一份的分量呢 大约像我们这样 一个拳头 或者是一般的饭碗 8分碼的分量 原则四 避免空腹吃这些水果 这样完孕运期的时候啊 因为荷尔蒙改变都不复杂 要避免空腹吃 柑橘 柿子 番茄 凤梨 香蕉等 第五 吃完水果之后 我们要立刻刷牙 到我们怀孕之后啊 体内荷尔蒙的变化 而造成我们口腔中的酸减脂改变 又再加上水果的甜度 如果过高 其实很容易就蛀牙 所以记得吃完水果之后 停止牙齿 以免有蛀牙等等的问题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 三种孕运期时候吃的水果 苹果呢 让它含有腥等等的微量元素 而且还有丰富的维他命B 可以帮助胎儿的大脑发育 第二种水果是葡萄 葡萄呢 它具有带铁 马铃子 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B1 对于品牙气血果的主乎 手脚冰的麦克拉米啊 也有一定的安排作用 葡萄呢 它的皮脂果肉 会有很丰富的营养素 我们在洗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整个使用 这样子啦 营养吸收是最好的哦 第三种水果呢 是奇异果 有人说奇异果呢 是寒性的水果会造成先造性流产 事实上呢 奇异果不是寒性的水果 绿色的奇异果呢 它是属于酸氧性的 比较适合体质造热的妈妈们使用 它这个奇异果呢 是属于甘味性的 所以比较适合体质驱航 或是一般妈妈使用 而且啊 奇异果具有丰富的酸汁纤维 可以非常便利 而且它有丰富的叶酸 维生素C等等 妈咪在怀孕的时候 在营养上面 要怎样让宝宝吸收到一定的营养 妈妈又不会怕 我们今天很容易的 请到营养师亲自的 就要亲自跟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知识 宝宝在神经系统上面的发展 所以有一个营养素非常非常有名 几乎是要跟怀孕化上等号 是哪个营养素呢 叶酸 对 很多人就觉得叶酸就是怀孕的人要吃 对 那叶酸确实很重要 因为 尤其是怀孕第一期的时候 它就要补充叶酸的 为了就是要让它的胎儿 在神经系统上面的发展是比较OK的 有一种东西叫做NTPX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不常发现就是胎儿有神移方面的缺陷 这个跟缺乏叶酸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叶酸是一定要去做补充的 再来还有一些维太美丝 还有梅 还有碟 我讲的是 就是在怀孕方面 第一期就可以一定要补充 甚至是补充到过尾巴的 非常重要的是适合这样的食物 我们在一般吃的话 我们可以有哪一些食物 像生育蟹的蔬菜 可能在叶酸的量就是还蛮多的 或者是一些像是五股春菌类 这边的附近所含的叶酸都还蛮多的 而且我们就发现 含叶酸的蔬菜多 含乳 对 那叶就是要比较儿端去摄取 像是海藻啊 海盖啊 这方面可以从这边来做一个摄取 因为不是说每个妈妈都会在第一孕期会有孕吐 反正是像我还有一些妈妈们 他们其实在第一孕期的时候都会有孕吐 孕吐一出现的话 比较常听到的维生素B纯就是B6 那B6像是坚果类啊 或者是五股根菌类啊 其实他们里面都是处法提供的 再就是尽量少两个 还有就是油脂成分如果说太高的话 也有可能会有影响孕吐 所以东西的选择上 可以稍微用低脂的方式去做选择 可能是说 我们这种怀孕之后啊 咖啡因或茶类的东西都不 那助理的专业的话 你会给妈妈们怎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会摄取很多的量子 对 但是确实有些咖啡因或是茶的茶检 会去结胖一些饮料汁的心中 如果说你可以不喝咖啡 你就不喝咖啡 但是如果说你是书那种 你一定得喝的吧 那就请你在咖啡因的方面要示篮一下 一般大概是一天200毫克的咖啡 然后转换成一般我们去超商来的那个咖啡 就是一杯大杯那边 是你一天可以喝咖啡的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韵吐怎么吃 教你轻松用闷烧罐做料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闷烧罐料理是 番茄牛肉汤 主要食材之一 番茄充满了抗氧化物 茄红素 韵吐之后啊 可以帮助我们 中和胃酸 欢迎初期呢 我们要多设女儒维生素B6 我是出B6呢 可以一直嘔吐和耳心感 而其中牛肉里面就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6 而且它的蛋白质和铁质 都非常的丰富 这个牛肉呢 是我们在运气里面 最好的食物之一哦 我们今天使用的闷烧罐容量呢 是500ml的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等一下要做的食材分量 再依据自己的需求 去做加减斟酌的调整 今天的材料有 牛肉片50克 番茄50克 葱20克 羊汤20克 僵尸5克 我们就把牛肉呢 切成适当的大小 将牛肉片散入焖烧罐中 倒入筑备的开水 大约8分板 盖上盖子 要盖紧哦 不然它会露出来 然后摇一摇 让肉片均匀收热 准备一个计时器 计时一分钟 鱼了一分钟后 把铁水倒出来 接下来把我们 准备的其他材料 一一放进去 盖上盖子 然后一样把食材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让它焖4个小时 那在这个空闲时间 我们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4小时到了 我们最后加入2克的盐调味 这样番茄牛肉汤就完成咯 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